新生活好管家都说鱼羊鲜 那么生蚝和羊肉搭配 能碰撞出怎样的美味呢 好管家的老朋友赵赵 为我们带来一道鲜香美味的豪焖羊肉 特别适合秋冬季节食用 土豆可以做菜也可以作为主食 接下来来自安康的烹饪大师毛巢君 为大家制作一道闪南的地方特色美食 洋芋爸爸炒腊肉 粗粮细作让你爱不识口 节目最后美食达人露露姐 为我们带来一道酸甜可口的开胃菜 糖醋虾丸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好管家 主持人小柯 有请一下我们本期嘉宾赵姐 你好赵姐 你好小柯又见你了 这次貌似感觉比上次来我们节目要瘦了一些 一直在吃减脂美食啊 是吗 但是今天这道菜我看好像这个 好像这个营养还是比较丰富的啊 缺秋标嘛 我们肯定得来点补的 对我们今天来上映菜 对吧 给大家说一下今天要做什么 做这道菜叫做豪焖羊肉 豪焖羊肉 看我们这个食材 我就觉得看着就非常有食欲啊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需要准备哪些食材 制作这道豪焖羊肉所需要的材料有 羊腿肉 生蚝 甜面酱 葱 姜 花椒 料酒 生抽 老抽 啤酒 冰糖 小米椒 小香葱 哇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食材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啊 也是量很大 对 今天是想给我补一补吧 必须你看你这么瘦的是吧 吃的更加强壮一些啊 今天有用到这个生蚝 还用到这个羊肉 对 这个生蚝我们不是素有这个海底牛奶之称吗 它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最关键一点是吃了不长肉 这个蛋白质含量很高 对 我们一般秋冬季天寒地冻的 那吃点羊肉温补 刚好我们吃的这个海鲜呢又是有点寒性 所以两个互补相得一张 我们先把这个羊肉得处理一下 改一下刀 然后焯一下水 放上这么一盆水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羊肉 改一下刀 要切一下是吧 是 给大家说一下 今天我们选择的是哪部分的这个羊肉 这是个羊腿 实际上我们用羊排 就是那肋排 还有其他部位的都可以 但是我觉得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用这个羊腿肉呢 它更加这个口感上来讲的话 肉质比较细腻一点 我们这个羊肉肉质也是非常好的 羊腿肉 对 做什么样的菜就用什么样的部位 是吧 比如说我喜欢吃带骨头的 那我就选羊排 对吧 或者羊蝎子 然后你要想要口感更细腻一点的话 这个羊腿肉既有嚼劲口感又好 而且也不是特别肥 是 你切开你看这个肉的纹理 对 而且咱们北方人基本上 对这个羊肉还是亲有独钟的 内蒙呀 新疆呀 陕北呀 对 这都是盛产羊肉的地方 对 骨头的地方师傅我们要剔开 是 基本上贴着它的边把这肉都剔下来了 赵姐呢已经把肉切完了 我们要放到锅里 这也不用等水完全大开 我们就可以放进去 好 大概煮个两三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焯一下 焯一下 里面呢就加一些料酒就可以了 就加料酒 对 把它血沫煮一下 是的 羊肉还是比较新鲜的 你看血沫都没有特别多 它这个肉的品质比较好 这不是贴秋标吗 等到冬天了之后 我们再多介绍几道羊肉的菜 下次大家见我的时候 是不是就略显发 这就差不多了 我们把火一关 好 我们关火把它捞出来 是 把它捞出来 非常干净 而且也没有那么大的味儿 一般我们也知道羊肉它这个山味比较重 对 会有一些山味 把它拿清水冲一下 冲一下之后我们还要炒一下它 工序还是蛮多的 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老三呀 葱姜 葱呢我们今天选用的是大葱跟小葱都有 对 大葱呢我们其实也不用用太多 但是我们今天提到的是 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小黄姜 不是我们普通的那种大姜 这个小黄姜呢一个是姜味比较浓 再一个呢它就是还有一个特殊的功效 去拌 而且吃姜它是可以去寒的嘛 是的 这些小料就差不多了 我们今天这个羊肉也就这么多 嗯 葱姜用油呢是由柴花菜籽油提供的 柴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等这个油完全热之后 我们把小料一放 这油差不多了 我们把这小料放进去 好放花椒 把羊肉倒进去 把里面这个水汽稍微炒干一点 嗯 然后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秘密武器 这个是什么 甜面酱 甜面酱 对 这个我们基本上在超市能买到嘛 对 甜面酱呢我们基本上有时候要做一些 比如说像炸酱面呀 酱类的都会放的 我们这个菜不是说是豪闷吗 嗯 所以我们想让它的味道更浓郁一点 加点这个酱 你看基本上让每一块羊肉都裹上它这个酱 嗯 把它搅拌均匀啊 对 看着这个颜色已经出来了 哈哈 这个香味也出来了 颜色棒棒的 加点这个生抽 就像你说的 本身已经放酱了 我们就不能太咸了 对吧 对 这个时候要请出我们的秘密武器 又是一个秘密武器 哦 今天这道菜很多秘密武器啊 所以料大家一定要看好了 为什么要用啤酒呢 啤酒这个哦 一个是能增香 二一个去山味 哦 去山味 对 嗯 而且还能让我们的羊肉更软烂一点 用啤酒呢 还有一个妙处是什么 比如说你用的是冷冻过的肉 那么解冻了之后 你用啤酒代替水来煮它的话 能够恢复它的这个鲜嫩 而且我觉得用啤酒炖出来的肉 或者是像小龙虾都会放啤酒嘛 是啊 是很香的 好 这要大概炖多久呢 这个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是羊腿肉 用的不是那个羊排 炖上半个小时差不多了 半个小时 对 那我们现在还需要放其他的料吗 现在大火已经烧开了 烧开之后我们尿点冰糖 好 放冰糖 对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之中 我也给大家介绍过这个白冰糖和黄冰糖的区别 最后再加一点老抽 老抽 就让它这个颜色看着更红润 哇 看着就很香啊 现在我们就可以让它小火慢慢炖去吧 好 那我们等待一下半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时间呢已经差不多了 这个汁马上就要收干了 我们这时候把蒸锅加上 我们要蒸我们这个生蚝了 今天我们选的这个生蚝呢 个头比较小 所以呢 上汽蒸个五分钟就可以了 也比较好熟一些 对 如果要是大的话 我们就蒸个八分钟 嗯 步骤不较多 对 但是只要是味道好吃 我觉得应该也没关系啊 麻烦一点无所谓 这个蒸锅呢已经上气了啊 我们把生蚝放进去 今天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生蚝 一会儿还要拿油煎一下 如果你平时就是说直接蒸熟了就吃的话 我建议你在这个蒸生蚝的时候 给底下垫点姜 嗯 或者说给这个水里面放点姜片 放点料酒 放点葱段 对 生蚝差不多蒸好了 好 那我们开盖看一下 大火五分钟的口 哇 口都张开了 啊 赵姐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生蚝的肉取出来 好 这个生蚝是我已经弄出来 然后清洗过的 嗯 好 大火把锅先烧热 少倒一点点油 本来没有油的时候 茶蛙菜籽油提供的 茶蛙菜籽油高原小 利味更香 这时候就是把锅润一下就OK了 嗯 然后把我们瀝干水分的这个 放在这里面轻轻的煎一下 嗯 因为我们这个生蚝已经是蒸熟过的 对 那我们煎一下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还是把它这个水分和鲜嫩锁在里面 嗯 煎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稍微有点金边 就那焦焦的有一点点 嗯 有一点泛焦黄色 是的 煎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翻个面 保证它每一面都煎到 你有没有看到它已经有点微微的泛黄 对它边上有一点点焦黄的感觉了 对 我们就要的是这个感觉 嗯 这生蚝就煎的差不多了 我们把火一关 煎完之后我们换一个容器 嗯 炖好的这个羊肉收个汁 我们把这个汁尽量收的更加浓稠一点 嗯 我们因为刚才里面加了甜面酱 还加了老抽生抽 所以我们这里面就不放盐了 好 调料也不放了 对 然后把我们刚才煎好的这个生蚝 嗯 放进去 搅拌一下 让它入一个味儿 像生蚝跟羊肉的这个味儿呢 稍微融合一下 我们这个大概还要炖多长时间呢 不用炖了 我们现在把刚才切好的这个配料 嗯 放进去 直接一撒 对 因为生蚝是熟的嘛 对 我们可以把火关掉了 再利用它的余温 稍微焖一下 盖盖 对 葱跟小辣椒的香味给它激发出来 好 我们这道菜就完成了 可以上桌了 好 就加入了鲜美的生蚝 不仅味道更加鲜香 没有山味 而且 生蚝入口 细嫩香滑 饱含酱香的味道 令人迟迟大动 接下来呢 到我们的品尝时间了 我们已经提前公块 把菜品已经分好了 我们可以来尝一下 我还是一块吃吧 嗯 我是头一回品尝这种酱香口味的这种生蚝啊 它这种鲜跟这种酱香味充分融合在了一块 非常的好吃 味道很奇妙 味道很香欸 而且一点点都不删 吃到厚味呢 我能吃出来酒味 就是啤酒的香味 对 啤酒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让我们这口感有很大的差别 我觉得可以放不同的海鲜啊 比如说像扇贝啊鲍鱼啊 肯定是海鲜跟羊肉 它这个味道更鲜美 对 出来的味道是又鲜 然后这个酱香味十足的 也不咸 我觉得这个汁呢 真的特别好 可以拌米饭来食用 好 如果你喜欢的话 那不妨在家里也学做一下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道豪焖羊肉的制作过程 第一步 羊腿肉切块 起锅烧水 放入羊肉块超制 加入料酒 水开后煮2-3分钟后捞出 冲洗干净 第二步 另起锅烧油 放入葱 姜 花椒 炒出香味 倒入羊肉块扁干水分 放入甜面酱翻炒均匀 加入生抽 倒入啤酒 没过羊肉 烧开后 放入冰糖 加入老抽 转小火炖30分钟 第三步 蒸锅上汽后 放入生蚝 大火蒸5分钟取出 剃出生蚝肉 清洗干净 第四步 另起锅 加入底油 放入生蚝肉 煎至上色后盛出 第五步 炖好的羊肉 倒入沙包中 收浓汤汁 放入生蚝拌匀 撒上小米椒 小葱段 关火后盖上盖子 焖一分钟 管家小账本 羊肉80元 生蚝40元 辅料10元 共计130元 好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好管家 接下来呢 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道 闪南的特色菜啊 那这个呢 可以说是家家户户都会做 那赶快让我们请出 今天的嘉宾 来自陕西安康职业技术实院的 毛朝金老师 毛老师你好 你好 毛老师也是安康人 是的 对吗 对 从安康过来的 对 是的 对 挺远的 但是呢 把你们的这个家乡菜 一个特色菜 带来和我们一起分享 是的 我今天要做安康地方菜肴 就是这个羊鱼巴巴炒腊肉 羊鱼的做法非常之多 一个做主食 一个做菜肴 今天呢 是我把这个羊鱼啊 就是粗粮细做 生化一下 和当地的腊肉 来进行搭配 咱们今天就跟着毛老师 好好地学习一下 看看它有什么样的特色 我们看需要一些什么样的食材 制作这道羊鱼巴巴炒腊肉 所需要的材料有 腊肉 土豆 葱 姜 鸡精料酒 那我们食材很简单啊 就是羊鱼和腊肉 对 再配一点小三苗 对 那今天呢 毛老师还特别带来了一个工具 对 这个工具是专门做 这是做羊鱼巴巴的一个特殊的工具 哦 这个市面上很好买的 技法简单 对 材料呢也是非常简单的 市面上都可以买得到的 对 大家猛的一看啊 就觉得像我们是那种擦土豆丝的那种擦子 对 实际上这个擦出来它不是丝 一会我们擦了就知道它应该是那种绒 绒 这个土豆呢 再选用啊 就是安康 像郑平的 南高啊 高山土豆可好一点 这也是当地的 当地的 它这个 土豆是黄芯 吃到这个 粉 酪 白的 是脆的 可以使用炒上了土豆丝 这个就使用做羊鱼巴吧 这么一颗完整的土豆 迅速给它弄成 现在我开始操作 直接擦就好了 对 我们事前已经削好了 体体干净了 你能看到土豆丝的模样吗 完全没有 现在是一状 这个工具真的好神奇 但是在咱们陕西安康当地就是很普遍 家家户户必备的 对 这个工具其实这个当地的老百姓自己都可以加工了 用碗切皮 然后金子 直接把它这个 抹成这个小眼儿就行了 对 土豆呢 因为刚才我说 它可以吃法很多 对 像我们闪白羊鱼叉叉 闪蓝的羊鱼巴吧 对吧 还用可以做羊鱼粉条 都可以了 是是 好 我们把这个土豆 你看全部磨成这个 好细啊 这个 你看 真的像那个机器打出来的那个绒 对 绒状 是吧 这样的话因为做巴巴 这样成形成形 为什么叫巴巴呢 这是当地的一个地方的方言 像饼一样的 对对对 一会我们要用它做出这种像土豆饼一样的 对对对 好 磨着那个泥状就处理好了 对 我们磨了几个啊 看一下 因为这个土豆啊 还含很多水分的 因为这样如果在摊那个羊鱼巴巴的时候呢 肯定不容易成形 我们要不要多用这个水分 用纱布过滤一下 这是我们的干净的纱布 纱布放这 然后呢 把这个 事先 我们刚才已经磨碎的这个 哦 洋芋 对洋芋 洋芋 然后呢 拿起来 因为我们这个土豆在磨成这个泥以后 嗯 淀粉呢就在这个水里面 然后我们把它水淹干 然后呢 在沉淀以后 把淀粉继续加在这个洋芋这个泥里面去 这样才用成形 吃到口感才软落 哦 等于说我们这个把水分挤掉 也就挤出了一部分它的淀粉 对对对 现在好像有的肯定是用这个 另加的这个淀粉 对 那口感就没有这么软落了 对对对 好 水分淋干 我们稍稍的等个三分钟左右 然后呢 今天把那个淀粉把它盛起来 盛起来 把这个清水把水逼掉 然后加在这个洋芋这个墨里面去 哦 一会那个淀粉就会沉淀了 对对对 沉淀下来 我们用它原来本身土豆这个淀粉 再给它汇入到那个土豆泥当中 是的 哦 专门有这个做洋芋芋芋的这个 形成了一个产业链 哦 目前还是纯手工 保持这个传统的工艺 嗯 那么我们的这个 这个酒店的业主啊 直接可以到市场去摆这个 羊羽巴巴做好了 小的一点的做法呢 是自己加工 我们把这个 看 看来很清楚 这个看 白色的淀粉 一层白 對 然后把多余这个水分 倒掉 不用 要慢一点啊 对 不论 使劲 因为这个淀粉刚好 我们把这个 刚才我们过来给羊羽 对 够好的 羊羽 这个 pe!」 融 放回去 锅 好 然后呢 我们把它淀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洋芋粑粑了 这就可以直接做了 对 如果你要使这个洋芋粑粑白一点 还可以用这个水啊 就是再过滤两次 但是呢过滤好以后 这个淀粉还是要把它反回来 大家这样看上去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做的那个土豆泥呀 是的 但这个它没有过渣的 你看你看这个全部在里面 先做洋芋粑粑 这个很关键 我现在是加一点点那个油 高原小力病个香的长安花菜籽油 就这么点 对 不要太多 我们这是几个土豆呀 我们今天用了四个土豆 那可见这里面这个洋芋的含量 有多么的多了 对 你看啊 摊平 对 哇 比如炒腊肉 我们可以稍微厚一点 像肉一样的 对 有那种肉质感 对对 如果我们要炒这个 素炒的 加点蒜苗 素炒洋芋粑吧 也可以 那么我们可以稍微薄一点 对吧 现在是不能放盐的 如果放盐容易粘锅的 哦 因为我们炒的时候再放调味皮 这个放盐的话呢 也在炒的时候 也很难控制这个盐味 煎进行以后 然后翻过来再煎 这个火候呢 火候这个要有小火 而且还挺厚似的 对 我们看到底下 已经开始变颜色 还有周边 对 已经透明状了 对 就是有熟的 你看啊 我们注意了 对 哎 好 呀 漂亮 对 这吃也可以的 这就相当于一张土豆饼 但当地它就叫洋芋粑吧 对对对 你看这个颜色 还有焦黄色 真漂亮 对对对 你看现在 它都不会沾过了 啊 这个你说 我们在家里提前治好 给它放凉了 可以吗 如果再炒的话 可以上笼器 稍微蒸一下 哦 如果家里有这个微波炉 在我打一下 使它稍微微软一下 炒出来 口感更好 这也是很耐放的 对对对 很耐放 这一般的可以 我整个两至三天 没有问题 哇 这是四个土豆啊 对 四个土豆 看出来这么一张饼 对 好 好了 我们要给它放凉 才能够进行炒制 放凉 然后改刀 里面它是有弹性的 有那个敦时的感觉的 对对对 腊肉呢 在我们安康啊 可以说 一到这个冬天 逢年的时候 有个被杀烟猪嘛 是 都要把这个 杀好猪的肉 腌好以后 要挂在自己的这个 造房里面 那么可能走进房友 一看这个家里 啥的盐猪 这个肉挂的 所以肉多 肉厚 这么家里 这个日子富裕 那么我们当地 还有一些专门熏腊肉的 这个工作房 就是这个 有的家 有的人把这个肉买过来 就让这个工作房来 帮忙熏 但是 初意呢 还是传统的 这个腊肉吃的时候 就是好多 不会加工 这个很关键 其实我们在这个烹调上 它的这个 这个方法叫火阀 先用这个火 撩一下 柴火 要烧 烧这个皮 因为这个腊辣本 它这个原来 它因为烟熏嘛 是颜色发深发黑 对 然后那个火 烧着这个皮 发泡 然后呢 再放在温水中 轻泡一会儿 再用这个刀 把这个上面 这个烧焦的东西 刮掉 就像现在这个颜色了 因为我已经煮至成熟了 好嘞 好嘞 现在呢 我现在就是来 加工 起腊肉 我怎么总感觉到 就觉得 呀 就是热闹 就是有节气的那种气氛在 蓝肉的熏至季节 应该是在这个 离冬以后 因为这个时候最好 但是现在这个保存的技术 比较好 你眼四肌的可以 使用上这个精美可可的腊肉 对 你看我们这腊肉 其实煮得刚刚好 刚刚好 这里面的这个肉是白色的 对 然后还透亮 选肉很重要 这是个五花肉 对 这是个三层五花 腊肉切好了 腊肉切好了 对 切这个 我们已经摊好的这个 羊羽巴巴 这放凉了切啊 对 让它切 我们可以切点长方片 嗯 菱形片 这可以 好嘞 对 你说这道菜 在你们当地 应该是很常见的家常菜吧 家义户晓 都可以做的 大葱 葱切片 蒸羊羽切片 因为我们这肉和羊羽巴巴 都是片 对 在配的时候 对 形的一个配合 炒这个菜 真的是配料 不多 不多 但是这个蒜苗 应该说是必须的 这道菜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 家常菜 说明它好操作 也好学习 还好吃 辣味和这个 而且巴巴的这个清香的味道 我们高原小力味更香的长安花菜 子又来一点 咱们现在开炒 还是这样 把油烧热 这个烧到六成热就可以了 这个肉注意 你看这个煮的时候呢 也不是煮得太烂 煮到九成熟就可以了 把九成熟 先把这个 肉煸一下 肉煸一下 煸出这个 喇肉的那个香味 把这个油煸出来 对 你看这样 我们把它分别炒香 这个肉你看 筋银剔透 食材很重要 炒至这个 除油 两头 向中间弯曲 成灯盏状 然后呢 就可以下配料了 你看我这个肉已经 两头向中间弯曲 在除油了 好像以后呢 我们要下入这个 姜 葱 对 三个放一点 好 本身是这个有盐味的 有盐味 我们可以放点什么呢 药酒 好嘞 少放点盐 因为羊羽巴巴没有盐 鸡精 放好了 然后倒入这个羊羽巴巴 它容易成一坨啊 对对对 是的 它这个菱形就不容易呈现了 对 最后放入这个青蒜苗 提到这个香味这 嗯 好 就好了 就不需要放太多调味品 原色 原味就可以了 很快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装盘 毛老师的家乡美味 羊羽巴巴炒腊肉 就做好了 赶快来欣赏一下 羊羽巴巴炒腊肉 是闪南地方特色美食 虽然家常 却是当地人逢年过节 宴请兵棚 必不可少的一道菜肴 腊肉香味醇厚 肥而不腻 羊羽巴巴充分吸收了 腊肉的油脂 变得饱满晶莹 香润可口 柔软筋道 一道正宗的羊羽巴巴炒腊肉 更多的是 浓缩了家乡的风土人情 以市井美食的身份 展示出其特色的韵味 出门在外的闪南人 不论离家多久 都会依照味觉的记忆 回到故乡 品尝当地特色美味 这个不能等 那我们要提醒大家 就餐的时候 带上公块公勺 或者提上你们实行分餐制 也比较安全和健康 我们这里准备好了 我们一起品尝请 好 请三十 这道菜啊 看起来真的是 好像是家常菜 似乎是比较简单 但是真的是很好吃 为什么家家户户都爱 我今天算是明白了啊 它那个口味上 我们没有用更多的一些调味品 它就是突出了 我们这个腊肉的那种腊味 很浓郁的本味在 对 然后这个腊肉呢 吃起来是肥而不腻 还是有点那种筋道的 有点那种嚼头 因为那个有那个皮在那 对对对 对 但是你吃那个洋芋芭芭 就不一样了 这个吃起来那个口感 它那个土豆味也是非常的浓郁 腊肉经过煸炒之后 它多出来的那些个油脂啊 我们被那个洋芋芭芭 也是充分地吸收了 在中备吸收 所以你吃到那个洋芋芭芭 它那个口感除了柔软 这个筋道之外 它还增了那个香 有它自己本身的那种清香 也有那种油香在 是的 这两个的结合 它口感上是截然不同 但是口味上是完美的一个融合 腊肉吐出它的腊香 土豆吐出它的清香 这两个这种结合在一起是完美 而且呢 我觉得它能够代表你们 一种香土的那种风味 对对对 很多在外的一些朋友 可能回到家乡 特别会想念这口吧 都会想到这个洋芋芭芭炒腊肉 是 真的是很特别 希望各位也能够喜欢 在家里品尝到这个美味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道洋芋芭芭炒腊肉的制作过程 第一步 土豆去皮后 用专用的擦子擦成土豆蓉 土豆蓉用纱布包裹挤干水分 再将沉淀出的淀粉和土豆蓉 放在一起拌匀 第二步 在平底锅中加入少许油烧热 转小火 放入土豆蓉压瓶 抹成饼状 上色后翻面 攀熟后晾凉 做成洋芋芭芭 第三步 提前处理好腊肉 改刀切片 洋芋芭芭切成菱形片备用 第四步 起锅烧油 放入腊肉 煸炒至微卷取透量时 放入葱姜蒜苗煸炒 淋入料酒 加入盐 鸡精 倒入洋芋芭芭 翻炒 起锅前放入剩余的蒜苗 炒至断生 在进行户外跑步或者其他运动时 提前做一些热身运动是非常有必要的 预防运动过程中导致一些运动损伤 今天讲的是户外运动的拉伸法 在拉伸的过程中避免过度拉伸 一定要谨慎拉伸和科学的拉伸 才能够有助于你在日后的运动训练中 降低这种运动损伤 运动前的热身是为了和运动动作联系接通 使人体更快地进入到运动状态 提高运动效果 能够有效避免运动损伤 选择科学的活动方法 首先第一个动作是大腿后侧的拉伸 它可以在我们的跑步和运动 以及其他的大运动的过程中 避免我们的后侧大肌群的伤害 大腿后侧的拉伸 将我们的双脚先打开 让我们的身体向右侧扭转 在扭转的过程中尽量慢一点 不要快速扭转过去 右脚脚尖冲前90度 左脚回旋35度 根据你的身高比例适合的动作就可以 不要过度地把你的双脚分开得太大 在这个拉伸的过程中 尽量是身体向前 俯身向下 如果你的额头能碰到你的小腿的话 那是最好的 如果碰不到亮地而行 这个动作可以左右交替地拉伸 第二个动作就是我们的小腿拉伸 小腿拉伸可以在我们的运动中 预防我们的肌肉筋软 降低我们的运动手伤 特别是跑马拉松的人 非常适合这个拉伸的动作 在这个小腿拉伸的过程中 打开你的双脚的时候 首先我们的重心移至到另外一侧 比如说我们移至到右腿 那我们右腿右膝关节弯曲 左腿打开的时候 重心移到右腿可以下蹲 首先重心移到右侧的时候 我们的左腿是起到一个拉伸的过程 那这个时候 左腿的脚尖要冲上 以免脚踝拉伸 所以脚尖不能冲前 第三个动作呢 就是做我们的腰部拉伸和我们的腹部拉伸 在这个拉伸的过程中 比如说我们经常参与马拉松 或者是其他的跑步 还有天津运动的话呢 不会导致我们的腹部疼痛 同时呢可以提高我们的耐力 首先我们的腰部拉伸呢 一定要打开我们的双肩和胸腔 双臂也要向上拉伸 我们先做一个腰部的向上前一拉伸 再做腰部的扭转 但是你的骨盆要稳定 那么我们回旋的时候呢 大家也不要快速的回旋 放慢 慢呼吸 那这是一个动作 这是一个腰部的 那我们来再做一下侧腰的拉伸 侧腰的拉伸是你可以做单侧的拉伸 我们在做的时候 可以慢慢的向右侧 但是骨盆一定要稳定 不要这样翻宽 不要把骨盆移位 骨盆稳定 腹部的肌肉和心肌群要收紧 面部可以向上看 而如果有颈椎病的人 可以往下看 可以缓解一下颈椎的疲劳 那我们可以左右交替的做这两个动作 第四个动作的拉伸呢 就是我们大腿前侧的拉伸 这样的拉伸呢 可以有效的提高我们大腿肌肉的力量 同时降低肃上的风险 可以让我们的肌肉力量和能量回复很快 快速给我们的肌肉供养 在做这个过程中 大家一定要谦记 如果有膝关节炎的人 或者是关节不适的人 可以适当拉伸 不要过度将你的小腿向上 拉得更紧 运动前热身 可以让筋腱关节更加灵活 防止运动中 关节韧带以及肌肉的损伤 二 加速血液循环 让运动部位局部体温升高 加强肌肉力量 提前进入运动状态 三 调节心理情绪 使大脑皮层处于兴奋状态 提高神经系统的反应机能 四 提高内脏器官的功能水平 提前适应运动状态 避免运动时出现不适 在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继续地给大家来呈现美食 那么今天我们还是请到 节目的老朋友 露露姐 露露姐你好 露露姐 我知道你平常做海鲜 是非常在行的 那今天在节目 给我们做什么菜呢 我们今天做一个简单一点的 糖醋虾丸 糖醋虾丸 这个虾丸我经常坐位 听说过 但是你这个糖醋口 这个虾丸 确实没怎么见过 那行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做这道菜都需要什么食材吧 制作这道糖醋虾丸 所需的材料有 鲜虾仁 葱 姜 鸡蛋 番茄酱 盐 糖 料酒 白醋 水淀粉 好 看来这个食材啊 比较的简单一些 但是呢 这道菜啊应该是非常的有营养的 我觉得啊 给孩子做腐蚀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 对对对 好 我们提前好像把这个虾也处理好了 把头也去掉了 然后我们把它拍一下 拍一下 嗯 你这样做就比较好 对 一定不能用料理机来打 这个虾如果用料理机打出来 是不是不好吃了 料理机打完后 的话把它的纤维全部打断了 把它轻轻的敲一敲也可以 嗯 我们把这个虾泥放在一个碗里 还剩了几个虾 我们把它切成小颗粒就可以 对 来增加一点它的那个口感 下面切一点姜丝 嗯 这个姜丝一定要切很细很细啊 然后我们再切点这种葱白 嗯 如果说你要做这种虾丸的话 就是为了不让这些多余的什么姜呀 或者是葱啊 改变它的这个口感就用这个葱姜水 对也可以 也可以啊 嗯 就是这样的话 炊群的口感更加的细腻 海鲜嘛 放点姜还是一是去腥 第二去寒 嗯 这个葱姜放进去可能 炸出来这个颜色会黑会难看 我们用上一个蛋清 嗯 把它抓拌 对 搅打上劲啊 对 咱用加淀粉吗 不要加淀粉 嗯 这种做法就是教大家做出来的这种虾滑很有弹性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让它能够弹跳的这个虾滑打上劲 对 现在我们看都是散的啊 一会儿搅打上劲以后 它就比较粘 都集中在一块了 对 然后我们要把它这样摔打 嗯 然后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里面放上一点点盐 好 再倒一点点料酒 嗯 它已经上劲了 我们把它这样摔打三四分钟 嗯 已经挺黏的了 对 我们这边烧一锅开水 一会儿把它窜一下 那个虾滑应该比丸子更压好熟一些 对 它就也是煮 让个三分钟四分钟 把两块葱去个腥 好嘞 然后我们现在窜丸子 这个大小自己定就可以了 嗯 其实这个丸子现在看着是透明的啊 一会儿就变成粉红色了 对 就应该很好看了 真正实松 嗯 就把丸子慢慢地放进这个水中 其实这会儿应该让它这个火力稍微小一点点 对 我们把上面的这个浮沫 嗯 取掉了 嗯 打一下 嗯 等会儿保留这个汤呢 我们 嗯 不要 嗯 但是我怕沾到那个 虾丸上 对 口感不合 嗯 我们把它煮熟就行了 嗯 你看现在丸子就变成粉粉的颜色 特别好看 粉橘色 很新鲜 嗯 新鲜的虾和这个冻品的这种虾 嗯 是不是做的这种口感上 虾还是有不一样的 嗯 都差不多 但是新鲜的虾能回甜一些 嗯 都差不多 不过现在买这种活虾已经很方便了 很方便了 对 价格也比较的适中一些 对 哇 现在一个一个丸子飘起来就证明它熟了 嗯 挺可人的 这个颜色看起来 好 现在把这个做好的虾丸捞出来 好了 我们关火 嗯 好 捞出来 挺弹的 你其实放这个丸子的时候我已经能看到它的弹力了 对 很有弹性 好 现在另起锅 热锅凉油 对吧 对 好 到一点点油就可以 好 本节目用油是由长安花凉油提供 长安花绿色小炸菜籽油 不是每一瓶好油都是绿色食品 我们把番茄酱下一个去 嗯 炒一下 像醋口的嘛 对 我们小火 嗯 把它炒香 然后我们加一点清水 嗯 还要不要放糖在里边呢 嗯 放 一般像这种放了一碗的番茄酱 嗯 我们放上就是两勺到三勺糖 糖就可以了 嗯 还用放醋吗 像这样的 放一点白醋 嗯 两勺 嗯 我们这个量多 我们放三勺 放一点点白醋 我们再勾一点水淀粉 嗯 嗯 好 虾娃 倒点吃 哇 现在再上个糖醋的样子 对 哇 好好看呀 那颜色 金黄金黄了 好了 可以关火了 酸甜可口的糖醋风味 在各大菜系中都有一席之地 几乎与绝大多数的荤食 完美兼容 糖醋虾丸 不论是味道还是色泽 都是那么诱人 虾肉鲜嫩弹牙 脆爽回甘 一大颗入口 品味到的是美食带来的极大满足 调制恰到好处的糖醋番茄汁 包裹着圆圆的虾丸 简直是美味至极 端到小朋友面前 绝对不会有垂涎欲滴的机会 只会先下手为强 很好吃 我觉得今天吃这个虾丸 简直是一种享受 和我们平常任何时候 吃到这种虾丸的口感都不太一样 因为我是一整颗虾丸 喂进嘴里的 然后你就会感觉到 这里边至少是用两个虾 可能剁出来这么大的一个丸子 然后它里边颗粒感非常的强 我们今天用到的 就是这种新鲜的这种活虾 所以后味吃起来 整体是回甜的 这和新鲜的虾和冻虾 确确实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冻虾可能吃到嘴里 它可能发绵发软 再一个我觉得咱们今天 勾这个糖醋汁 勾得特别的好 它这个虾丸既有海鲜的味道 又有糖醋的味道 而且这个糖醋的味道 它的配比非常的好 我们在做虾丸的时候 加了一点点盐在里边 所以整体口味就非常的协调 而且我觉得这道菜 虽然看起来比较清淡一点 但是吃进嘴里 确确实实给人不一样 那种味觉感受 因为可能平常我们吃到 糖醋口的什么糖醋里结 糖醋排骨 或者是咕老肉 这种类似的这种东西太多了 但是好像虾丸真的是第一回 我本来想的 这个虾丸是做汤的 然后我觉得做汤了以后 也一般 我突然想到 我是做成糖醋口的 所以我就用番茄酱把它 加工 没想到还挺成功 很多小孩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特别喜欢吃番茄酱 小孩子应该是很喜欢这种糖醋口的 如果家里边你给孩子做过糖醋里结 做过松鼠鱼 做过不老肉 类似的 孩子们也都很喜欢 你可以尝一下这个糖醋虾丸 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创新的 我们今天用这个虾丸 没有用到油 所以就说像糖醋里结啊 什么都是经过油炸的 所以这个小孩子吃特别健康 更加的健康一些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道糖醋虾丸的制作过程 第一步 先虾仁处理干净 用刀拍散 再用刀背 精心敲打成虾泥 剩余的虾仁切丁 放入虾泥中拌匀 第二步 加入姜末葱末 打入鸡蛋清 抓拌均匀 搅打上镜 加入盐 料酒拌匀 继续摔打3到4分钟 第三步 水烧开后放入葱姜 挤入虾丸窜熟 打进浮沫 捞出虾丸备用 第四步 另起锅烧油 放入番茄酱 炒出香味 加入清水 放入白糖 加入白醋 淋入水淀粉 炒至起鱼眼泡时 倒入虾丸翻匀 盛出装盘 管家小账本 鲜虾仁40元 辅料10元 共计50元 新生活好管家 下饭菜 辣椒炒肉那是当仁不让 大明带来的辣椒炒肉 辣味和原汁原味的肉香 尤其是炒出的肉酱汁 香气四溢 拌饭一碗两碗都不够 山药 属根茎类的杂粮 也是要食两用的食材 怎么把这种 颇具营养的杂粮 做出心意 厨师承修 给大家带来一道 好吃又简单的 翡翠山药 袁立群大厨 把普通的食材 经过自己巧手的加工 做出心意满满的一道素菜 浓汤栗子 娃娃菜 除了菜品 他现场还教大家 制作了家庭版的 快手浓汤 一起来跟着他学一学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好管家节目 你先冒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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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